今天我們簡報16頁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使用3D呢 它也支援外部模式 它支援的就是我們一般共通性的 好像OBJ、3DS、DAE 這些都是很常見的這種3D模式 那你也可以找像KMD KMD是Google地球的 因為以前呢 Google有一段時間併購的一個軟體叫Sketchup 對啊 已經沒了 它當初併購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在Google地球上面 或者Google地圖上面蓋3D建築 那它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所以它就 把Sketchup賣掉了 但是也因為當初 它有 投注資源所以 其實Sketchup 跟我們使用3D的相容性是很高的 那您可以幫我打開這個網址 叫做免費3D模型資源 你把它打開 就可以進到我們剛剛那個網站 那這裡面呢 我有介紹一些免費的3D模型 3D材質 這些資源 放在越上面的 就是相容性越高的 越放在下面的 就是可能你中間還會遇到一些 可能一些轉檔的問題啦 或者是 那個要多做一些調整的 所以越下面可能相容性到比較差一點 這樣OK嗎 但是我有講過各位其實蠻幸運的就是 以前我們學3D的時候 因為我是大學時代接觸到3D 那 那時候是你不會畫模型 後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模型什麼都沒有啊 你要怎麼做 打燈光色彩子都不用啊 對不對所以你第一件事就算會做模型 但是現在各位 因為免費模型網路上很多 就跟我們那個免費圖庫一樣 你網路上找都可以找到很多可以來用 那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最佳好朋友 就是我們的Sketchup 這個 那 網路上呢 有一些他們的社群 叫做3Dwarehouse 那所以呢 我要麻煩大家幫我打開這個網站 這裡有個叫3Dwarehouse 好簡報16頁那個網址打開 你幫我找到這個3Dwarehouse 點進來之後 請你先幫我做一件事情 把他的那個什麼 Cookie的同意條款先把它按一下 因為這個網站有翻體中文 可是如果你沒有按那個 翻體中文選單在比較下面會不會擋到 這樣有沒有找到的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你進網站 網頁之後的第一個 叫3Dwarehouse 好找到之後我把它按同意 那接著呢 請你 捲到 畫面的最下方 因為他的語氣選單 就在最下方這裡 繁體中文又在最下面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剛剛一定要先按同意了 你沒按同意這裡就找不到 這樣你就有繁體中文了 這樣OK 不用再用翻譯喔 好 那 這兩件事情完成 請你到右上角 先註冊帳號 因為這個網站要註冊帳號才可以下載模型 早期是不用 但是後來他改變政策了 所以 我們就請大家先到右上角 建立帳戶或登錄 好最簡單的當然就是用Google帳號授權 所以 你就可以 進來 錄程中之後 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就在這邊只找關鍵字 資源中文 但是我通常會比較建議用英文是因為 因為他是全球的 所以你用中文只會找到中文作者做的 你要找我們那個什麼 台中火車站 你有 有台中火車站 還記得 台中還有個BRT嗎 那個 那個什麼 公車啊 裡面有那個BRT的公車模型 就是廠的那個啊 兩節的 對啊 所以 你可以用 這個找 你也可以找101 台配101 裡面也有 但是我通常會建議大家就是你先不要找太複雜的模型 我講的太複雜就是 他可能是很完整的 比如說他有那種就是 整個台中火車站啊 那就很完整啊 但是你放進去他可能就相對 要跑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先從就單一模型 來找 比如說你要找床 那你要找燈 對不對 你要找車子 都可以 這樣了解 等一下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要用什麼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要找床 你可以直接找床 你可以找貝的 找都可以 有沒有就有很多床 對不對 看你喜歡哪一種啊 所以你知道 雖然如果幫你準備很多模型 你應該知道的 永遠都少一件 出門要穿的那件 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要去哪裡找 其他的模型 因為我不可能 所有模型都幫你下載好 這樣檔案實在太大了 那你找找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好找到你喜歡的之後 各位 他下方是不是都有一個下載 有沒有 他下方都有一個下載 但是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你覺得要下載哪一個 這題只有兩個 你就要下載哪一個 Sketchup Clorida 各位 我們又不是 Sketchup 所以當然只能找共同組織 這樣了解了 你找這個 找這個沒有用啊 因為我們 他不認識這個 所以你要找這個 Toroda的共同組織 好那我們就 點他一下囉 他下載下來是個壓縮檔 但是你不用解壓縮 你只要存起來就好了 他會認得 當然前提是 他支援EIP 可是如果你是用什麼 RAR 7ZIP 他就不認得 但是因為 我們3D1HR預設 他就是EIP 所以你不用特別解壓縮 好有沒有找到你喜歡的內容了 如果找不到我們就準備要匯進來囉 來來來你看這裡 我們要準備把他匯進來了 你看我點到 我通常啦 會建議大家 點到2D這一邊 點到這裡 就是這個畫面點一下 因為待會呢 他就直接進來 如果你 只有點在這裡 那他只會放到模型庫 你還得自己再拿出來 這樣了解嗎 就是我會在2D這個仕途 點一下 你看我點到他 有沒有發現外面有個藍藍的框 表示我現在在編輯 編輯2D的環境 你看我點3D 有沒有下面就是3D的 這樣你知道你在編輯哪一個區塊的吧 這樣清楚了齁 好我點到他 那 你找到我們的選單 在使用3D裡面 3D模型 他稱作加地 因為沒錯嘛 因為他是做室內設計嘛 所以3D模型就等於是加地 好 你點了之後 到下方 有沒有叫插入加地 這個就是載入外部的3D模型 按一下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插入的圖片很像 可是他有告訴你喔 你看 OBJ KMZ 3DS 還有 位於 ZIP的壓縮包 你了解了 所以我剛剛特別跟各位講 不用解壓縮 因為他認得 所以我就來這邊選 而且他相容性是最好的 點到他有沒有 ZIP 然後把他打開 這樣有沒有不小心就看到了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 好可怕喔 怎麼這麼多網紋 不用管他 等一下進去他會自動幫你 隱藏一下 但是你在這邊有沒有 一樣可以3D的去移動他 對不對 好的我們就按繼續喔 繼續 然後他會請你看一下 你幫我看一下 從左邊看 右邊看 上面看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模型進去他可能會那個方向會不一樣 那如果有需要調整就可以用右手屏這個 去做圍調 就是改方向就對了 好那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我們就直接 往下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裡他看起來就是正確的 沒有那個黑黑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啊 他這裡有勾這個 有沒有隱藏模型邊 如果你沒有勾 有沒有就黑黑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你不用抵壓啦 反正他就是現在有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就自動 他會自動幫你勾下來 繼續 重點來了 有沒有 進來的時候 問你說這個床要多大 有的模型竟然會很大喔 所以你要自己先確認一下 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那個 常觀高 這樣理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可以設定他模型的名稱 第三個 如果你希望 以後不要再這麼麻煩 都可以從 左邊那個目錄直接丟進來 這裡勾起來 他就幫你夾到目錄裡面去 變成你自己獨家的 好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把他放到哪個目錄 有沒有 如果你想 用一個自己的 你就在這邊打上你想要的目錄名稱 他就幫你建立 如果他找不到就幫你建立的資料夾 這樣會了 好 那我就不勾了 就不勾了 就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按 繼續 完成 你看 在外面買回來的冰層 這樣有比較簡單嗎 所以 隨時可以call out所用 我剛剛跟你講的就是因為 你用Sketchup的這個3D Warehouse 它的相容性是最高的 可以說是幾乎 快要到100% 那 一樣不滿意就點兩下 進到 材質 有沒有 該換的都一樣可以換 可是這個就要看 你選到的那個模型是哪一種 因為這別人做的 所以 別人怎麼做 這個 就要看他 你就沒有辦法決定說 我想要 哪一個就哪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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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